4月30日 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 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 以及由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的成员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4月30日 刘少奇主席 接见加纳外交部长科佐伯奇约 和由他率领的加纳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由罗马尼亚全国妇女理事会主席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 苏扎纳极佳为首的罗马尼亚妇女代表团 应全国妇联的邀请 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4月22日到达北京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 以及首都妇女群众热烈欢迎客人 带着日本人民的战斗友谊来我国访问的日本话剧团 4月18日到达北京 廖承志 楚楚南等和3000多首都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他们 下车后 日本艺术家同中国文艺工作者 举行反对美帝侵略越南和反对日韩会谈的示威游行 他们高呼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 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 从日本滚出去 从亚洲滚出去 上海电机场职工 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自己 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 实行领导 工认 技术人员三结合 1958年 创制成功12000千瓦的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 1960年 他们又制成了容量达10万千瓦的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 采用双水内冷方法制造的发电机 比氢气冷却能力高 散热能力大 线圈就能通过更大的电流 这就为提高电机的发电能力创造了条件 制造这种发电机 节省原料 便于运输和安装 发电厂的建设费用也可以相应的减少 这种新型电机 经过长期考验 发电机质量良好 已经成批生产了 这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项重大成就 别人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安钢第一季度生产全面告捷 安钢今年第一季度增产了三万多吨钢和九万多吨钢材 质量大大提高 产品的成本比去年降低 安钢各厂矿 以实现高风格 高质量 高效率 低消耗为目标 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使生产跃进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安钢第二炼钢厂十一号平炉全体重制 大学毛主席著作提高了觉悟 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 产量质量品种达到全优 炉顶使用寿命突破了一千炉大关 创造了大型轻动式平炉炉顶使用寿命的最新记录 湖南省地质局402队 以革命的精神 革新钻探机具 改变了钻探设备笨重的落后现象 过去 用手掌握给劲把 现在装上手轮给劲器 减轻了劳动强度 过去 企下钻具时 宁管 提管都用人力 现在 宁管机 提管机 代替了人工操作 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提高了工作效率 节省了人力 有了活动工作台 上塔工作就不用爬上爬下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林县 开办训练 开办训练班 大力培养插秧机首 大部分学员都是壮族 拥下中农社员 学员们认真刻苦学技术 他们互相帮助进步很快 经过十天学习 他们不仅会操作 会修理 还能传授技术 大批培养插秧机首 将推动水稻栽培技术的发展 河南省林县人民 从1960年开始 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在维俄的太行山上 凿山洞开石渠 新建雄伟的灌溉工程 红旗渠 林县人民经过五年苦战 开出了人造天河 把张河水引上了太行山 河南河北两省的自然分界线 张河是河南河北两省的自然分界线 河南达 这条大型干渠 底宽8米 渠墙高4米3 全长70公里 这项工程要凿山洞 越深沟 穿过50多处200米以上的悬崖峭壁 工程十分艰巨 今年4月5日 这项工程正式放水 张河水上了山 实现了临县人民多年来的愿望 使十年九旱的农田得到了灌溉 整个红旗渠工程完工后 从其他水利工程连接起来 可灌溉47万亩农田